車來車往的消耗路 掛上大型的看板 上頭有賴清德和立委參選人 鄭文廷的照片 清楚明顯的標的 距離高速公路不到50公尺 這裡就是賴清德 在基隆的競選總部 立委蔡司英帶領立委參選人 鄭文廷 及黨籍多位市議員 一同前程上香 信賴台灣自有會理事長童勇 國策顧問張金華等人都到場 競選總部蔡司英宣布 賴清德在基隆的競選總部 將在11月11日正式成立 首先非常感謝 在這一次競選的過程當中 司英跟我們整個2024 伏選賴清德的競選團隊 大家努力的找尋之後 得到很多好朋友來推薦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也是個風水寶地 第一個左邊就是我們的基隆港 右邊就直接可以上高速公路 代表台灣未來運勢繼續蒸蒸日上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選擇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是我們競選總部 拜拜的一個好日子 也代表了後續正式的一個啟用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在今年的1月11號 1111賴清德 鄭文廷 基隆聯合競選總部 將會在這邊成立 那到時候我們會邀請更多基隆的四名好朋友 一起來這邊給賴清德 給鄭文廷加油支持鼓勵 蔡司英說過去8年台灣進步大家有目共睹 特別是中央大力支持基隆 過去林又昌與他一起扮演與中央的溝通橋樑 他呼籲基隆的蛻變要延續下去 那我也相信過去8年小英總統賴清德副總統的執政之下 台灣的進步穩健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這關期間過程當中 中央對地方的大力支持 右昌市長還有市印 我們都很努力的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角色 看到基隆的進步 我們也希望能夠持續做下去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點 讓所有的市民往來都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競選總部 基隆市政府在林又昌市長主政之下 幫我們的港市再生計畫做了許多的一個建設 尤其是在基隆港區周邊 讓我們整個市容煥然一新 那這些建設做好之後 就是要用觀光來帶動整個基隆的再前進 那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相信絕對也是市民朋友所樂見的 尤其觀光是所謂的無煙囪產業 基隆更需要觀光來帶動相關產業的一個進駐 相信未來文廷在立法院也一定能夠用觀光的建設 觀光的經費 所以讓基隆能夠更進一步的發展觀光 那有關老人的長照3.0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賴清德總統參選人 他非常努力要推動的一項政策 尤其基隆是超高齡的一個社會 因此我們更需要長照政策來照顧基隆的長者 那未來文廷在立法院也會努力爭取更多的長照的經費 來照顧我們基隆每個角落的長者 賴清德和鄭文廷的競選總部 左邊是基隆港 右邊是通往中山高速公路起點 象徵台灣運勢真正日上 明年選舉要從台灣頭頂到台灣尾 記者黃燒明 基隆報導